好,那今天是讀書會第五季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是由Mike來為我們分享 如何測試RXS的一個套件還是工具 都是啊 那時間就交給Mike 好,大家好,我是Mike 那今天的主題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小工具 叫做RXJS SPY OK,那我們直接來看我寫了一段code 那這段code其實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個單純的timers 然後每五秒會執行一次 然後每五秒會去打API 然後把API的資料顯示在畫面上 一個很單純的小程式 那通常我們在寫RSJS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要測試說 我們一路這樣下來 operator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其實通常就會這麼做 在裡面加一個tape 然後把console.log加進去 OK,那這個時候我們在畫面上 就可以看到我的結果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結果 就會印在畫面上 好,那這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好,但是呢 它還是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想 尤其是講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RSJS其實很多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部分 那我們在講盡量不要有副作用等等的時候 console.log其實也是副作用的一種 對嘛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會有一個問題是 當我RSJS的內容很多的時候 我可能會到處 比如說這裡console.log一次 然後呢,這裡再console.log一次 到處去console.log 那如果我忘了把我的console.log清掉 那我的畫面上呢 就會一直出現很多很多的程式 很多很多的紀錄 好,那這件事情有可能在 我們要debug結果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麻煩 OK,所以 就有人寫了一套叫做RXJS spy的這樣的工具 好,那這樣的工具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想要顯示log的時候 再顯示就好 那除此之外 它也有一些蠻不錯的功能 我等一下會簡單做個分享 OK,那安裝的部分我就不多說了 基本上蠻簡單的 就是裝這個套件 然後呢,找一個地方 做一個spy的建立的動作 OK,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程式上面要怎麼做 好,在程式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用RXJS spy 它幫我們建的一個operator 叫做tag 那這個tag呢 你可以加上一個名稱 好,比如說我現在app.com 我就叫app- 好,那這裡 我這裡是在timer這邊 做一個tag 所以呢,我可能就叫做 它叫做timer 好,到這裡你可以想像的是 我們的timer是一個observable OK,那pipe裡面的tag呢 其實就是替timer 加上一個標籤 替我們這一個建立出來的observable 加上一個標籤 好,那接下來呢 加上switch map之後呢 我可能在這邊再加上一個標籤 OK,tag 叫做app-poster 像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我們在做operator的時候 每一個的回傳值其實都是另外一個operator 對吧 那這個operator呢 再加上一個標籤 所以現在在這整個程式裡面 我有兩個標籤 一個是app-timer 它的目標其實是timer timer,然後0,5000 這一支observable 然後呢 app-poster 其實就是timer 加上switch map之後的結果 這個observable呢 也加上一個標籤 好,那存檔之後呢 我們來畫面看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現在 畫面這邊這個標題 依然就是每一秒會跑一次 好,那每五秒跑一次 然後不會出現任何log 那我想看到log的時候呢 我會在畫面上使用rxspy 點 好,show 好,點show的時候呢 它現在用改叫spy spy 點show 點show的時候呢 會列出這個目前畫面上 我們有設定好的標籤 有哪一些 好,比如說這邊有個tag 叫做app-post 然後另外一個tag呢 叫app-timer 好,然後它使用到了 什麼樣的資料 比如說它subscribe 這裡value count 有幾次 那目前的value是多少 所以timers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value就是5 如果剛剛在呼叫的時候 最後一次是5 這樣這樣子 好,那如果我想要得到單一個的時候 我也可以使用rxspy 點show 然後呢 比如說app-pimer 像這樣,那我就可以得到我的資料 好,那如果我希望把它顯示在畫面上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spy 點log 是log嗎 我看一下 我記得 好,點show 點log 沒錯 好,log 然後呢 比如說剛剛有個app-post 好,這個post就是我們剛剛在這邊建立的標籤 好,然後按一下enter 你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這邊更新的時候 我畫面上就同步更新 我目前 這個observable的資料 好,那observable的資料 就會顯示在畫面上 好,那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其實就可以自己決定 什麼時候 要來呈現 這個標籤 裡面的observable的資料 好,所以只要每一次 它資料有異動呢 我就可以收到這個紀錄 然後我又不用擔心說 有一堆的consolelog清不完 好,我只需要找到那個標籤 然後把那個標籤做spy.log 所有東西就一切都出來了 好,那這樣子我覺得 就還蠻容易也蠻輕鬆的 ok 好 那 除了log之外 其實它有蠻多API可以用的 包含如果我們今天要找 看一下 找程式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用 regular expression的方式去找 那這邊我就不多做介紹 基本上就是 有不同的match的方式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想要的配備 好,然後我再簡單介紹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 ok 看一下喔 好,我先說一下好了 這是我之前寫的文章 那它這個時候用的是比較舊的語法 然後如果你有看到這些文章的話 你會發現我裡面這邊有這個later 這個在RXJS6之後 在angular的架構下面 這裡會沒有辦法使用 那我還沒有試出來要怎麼用比較好 那也許等我試出來之後 我再來更新裡面的內容 那這個later的功能 基本上是可以把你的內容 把你原本的 比如說APPPost 它其實是標在一個observer上面 好,那我可以用 後面類似這種方式 只是這裡有可能改成點map 點pipe 然後再加上map2 然後它就可以換成另外一個observer的資料 不過 基本上因為要把整個RXJS info進去 你operator才會真的拿到 你其他的operator 比如說現在這邊畫面上map2 我整個angular的程式我沒有用到 所以基本上都不會顯示出來 好,那你直接inputRXJS 或者RXJS 寫下RX的話 我目前測試都還是會失效 所以也許搞不好要真的把整個 Library 從CDN抓過來才有用之類的 然後我測試 可能要再測試一下 那有結論的話 我再更新我這邊的文章 OK 那 我覺得另外一個有趣的 就是這個 rxspy.post OK 那這個post可以暫時把observer做停止的動作 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次 比如說呢 我做spy.log 然後我的apppposter 好,所以現在每5秒 我的log就會顯示在畫面上 好,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做spy.post 加上剛剛的標籤 好,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post呢 我們會拿到一個物件 那在RXJSspy裡面呢 它叫做deck 所以呢 我就取名叫做deck OK 或者是deckposter 像這樣 好,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的log呢 就會暫停 包含畫面上的資料 也會暫停 可是 其實我的observer還是有一切都還在運作 你看畫面上這裡一直都還沒有更新 log一直也還沒有資料 但是我的network呢 我先清空 它每5秒 還是會去打一次API 它還是有在運作 只是所有的資料呢 都被 就是 就是 等於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那個next的動作 都被暫停住了 都沒有做next 好 那我想要回來繼續呢 我可以用 剛剛拿到的這個deck物件 點 resume 的方法 好 你按下enter之後 你可以發現 剛剛所有紀錄下來的 全部都會一次出現 好 所以如果 夠多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 畫面上這個標題 就會一直閃 它就會把 這邊所有的紀錄 全部都一次閃出來 OK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測試 一些比較複雜的 observable operator 的操作的時候呢 我可以先暫停 然後先確定一下 我理解的結果 跟我想像中 是不是一樣 然後最後呢 再繼續 看看真正 產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跟我 想的一樣 OK 那除了這個暫停之外呢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一樣用暫停 好 那我換一個名稱 叫做2 好 暫停之後呢 這個deck post 2 它還有一個方法叫做skip 好 skip呢 會把目前累積下來 比如說 我們一段時間都沒有再去resume 所以呢 一分鐘之後可能會累積10筆 那我每次skip呢 就會 就會 跳過一筆 所以我按下skip之後呢 欸這個6 接下來應該 ID6嘛 接下來應該ID是7 好 可是呢 我在繼續的時候 好 我就會從8開始 好 那通過這種方式 我就可以再去 忽略掉一些 我不想要的動作 OK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再來一次 3 3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3 deck post 3 點 clear clear呢 會把中間 好 就是 暫停之後 好 累積下來的 next的異動 全部做清空 所以清空之後呢 你就不用怕說你resume的時候 會產生非常多的log 那看起來可能就很可怕 好 所以 我講這些 我會講這些東西 純粹是電時間啊 因為它每5秒執行一次嘛 那我要把這些東西clear掉 你總是要一些東西可以準備清空 好 所以呢我講完 殺完時間之後呢 做clear 好 然後呢我再做一次 繼續的動作resume 3 好 這三個是我剛剛打字錯的時候 累積下來的啦 所以 也許我們可以再 還要再一次嗎 算了不用 好 然後再來是 上面還有一些標示 我覺得蠻有趣 就是 notification這邊是next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complete的話 它會告訴你 notification是來自於complete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所以就想說 趁這個分享 就花一點短短的時間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RXJS SPY的內容 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 RXJS SPY它有兩篇文章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第一篇文章 其實跟我剛剛講的內容 都非常類似 OK 就是一些 使用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它的標籤 怎麼去下 怎麼去顯示資料等等的 然後第二篇文章呢 則是 一些 實際上使用的經驗 還有一些其他技巧 比如說它下面有提說 它要 跟 看一下 好 比如說你要跟Reduce Observer 還是說MGR RX 去做整合的時候呢 有一些寫法 它有提供一些建議 所以如果你有在使用 Reduce Observer 或者是NGRX的話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這裡面的內容 我覺得應該會蠻有幫助 好 那其實蠻簡單的 整個分享大概就這樣 剛好15分鐘 我達到我的目標 你也太準了吧 我也沒想到剛剛好就講15分鐘 簡單的小分享 那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還蠻實用的 不然一天到晚 在那邊 那個Console Log 到最後不知道這段Logo是誰的 沒錯 對啊 好 感謝分享 很實用 超實用的 我是覺得很實用 所以就分享一下 因為如果說寫越複雜的這個效用越高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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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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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